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立陶宛對上趨著羅倫 這場比賽是TOT第五 沙漠之王的比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立陶宛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的話是每一座城鎮中心會提供115 所以它一開始開局的時候會多100肉 所以在一些有海地圖的時候 它可以更早吃到封建時代 去打出自己的戰船優勢 或者是更早可以去捕魚之類的 長槍兵系列跟矛兵系列移動速度提高10% 所以它這個垃圾兵來說也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後期還有這個塔盾技術 可以讓它的槍兵跟矛兵遠防身更高一點 坦度10左 所以它垃圾兵並不算弱 再來它最大的特色是 每守住一件聖物就可以獲得列提斯跟騎士的傷害加1 最後可以到加4的傷害 所以它這個封建時代盡可能去打出優勢 然後去減下這些聖物 算是比較適合立陶宛的一個路線 立陶宛的處理之外還有這個銀罐 這個城鎮中心可以加3的這個射程 雖然這個射程看起來沒什麼 但有一些情況下 這個銀罐是蠻好用的 但是一般情況下是大部分是不會點的 因為有時候你家裡需要防守的時候 TC防守的話 可能TC近一點就可以連防 其實效果還不錯 但是大部分時候還是用不太到的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單位列提斯 非常的強大 它是唯一一個騎兵 可以無視對方防禦力的 進行攻擊的一個騎兵單位 而且它的傷害又可以因為生物而提高 所以這個列提斯出實起來這個CP值實在是很高 而且它黃金只要50而已 比這個騎兵還省下25塊 你只要沒彩一隻列提斯 你就賺了很多的感覺 所以立陶宛一定是要打列提斯 不管對方有沒有出騎兵 或是駱駝之類的單位 我覺得這個出 出列提斯絕對是不會虧的一個選項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取得無論 那取得無論的話在這次比賽中也算是 蠻發威的吧 蠻多人也是選取得無論的 因為它算是Meta文明 那一開始它有兩個果蟲 可以補一些食物 然後它這個羊啊 馴化動物 可以在裡面慢慢產生食物 但現在有一些做法就是 會把兩隻羊拿出來吃 去補一些肉量這樣子 那取得無論這邊 稍微有點肉不太夠 這邊在趕斑嘛 所以有些人會說 欸為什麼要把這個羊趕出來吃啊 不是放在裡面一直產食物就好了嗎 但有些高手會覺得多這兩百肉 讓我們到封建時代 比較能多產一些刺猴出來 像黑暗是比較專注於打封建時代的玩家們 所以它會比較偏向於 黑暗時代多採一點肉 然後上到封建時代多出一點肉嘛 去做騷擾 那它騎兵單位呢 還可以造成外傷害喔 封建時代加20% 成暴時代30% 地龍時代40% 這個駱駝非常的強大 駱駝打這個騎兵的時候 傷害非常的誇張 而且打這個 列提斯來說的話 應該算是稍微有優勢的 所以我覺得這場立陶安人 算是比較偏弱勢一點 去這羅倫反而是超上風的 再來就是它這個環刃頭之走 是一個人型奴炮的概念喔 可以串燒各種單位 而且傷害不會遞減 再來就是它的沙瓦里姆騎兵喔 這個是閃避馬 對方打工兵的話 用這個馬可以閃掉對方的箭矢 每一隻沙瓦里姆騎兵 都可以閃掉五隻箭矢 還是棋子啊 有點忘記了 金就好像棋子的樣子 那它一開始是獲得 獲得這個駱駝刺頭的 所以一開始到封建時代的時候 是蠻大的優勢可以克制對方的刺頭的 再來就是它的這個金銀罐喔 銀罐是它的精華 沙地利這個科技喔 史物減少25% 這個消耗量非常巨大 不管你要出寶兵啊 駱駝還是 這個閃避馬 都是需要大量的ROD 那這個減25%就會相當的香了 那後期這個前線瑞隊喔 算是堪用的東西喔 而且對上獵堤獅來說 這個加四防 近戰四防 其實沒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你加防 我以為獵堤獅一樣是破防的 所以很有可能喔 這個金冠是不會點的 好這邊直接升好 裝甲步兵 哇靠 又直接一個前壓 而且殺到 唉唷 本來可以卡到這隻村民 但是讓我們第一時間戳掉了 對方的 露馬 結果那一刀下去 讓村民活得下來啊 哇 哇 這個 黑拉細節真是做好做滿 好 那立陶安這邊 是打這個 三棒棒開局 然後轉裝甲步兵 那這個文明喔 確實也很適合 因為一開始ROD很多嘛 所以打這個裝甲步兵開 算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好 這邊直接圍一個蠻大的 好 好 公兵過來 稍微防守一下 好 黃金六個人挖 好 稍微看一下經濟配置 OK 四個人吃過 好 那這邊配置是 九人伐木 那最近的Meta 大家不太會配八木了 而是配九木了 就是 再比八木再多一點點 這個木頭 獲取量會更快一點 可以更早撒一點農田 好 這個細微的改變喔 我們這些 有些 有在播比賽喔 或者是有在 練天梯的人喔 都會去做一些細微的觀察 當然這是 有好有壞啦 我是覺得九木 確實會比較好 因為有時候四木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感受到 自己農田灑速度太慢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右這邊的經濟配置喔 右經濟配置看起來 算是 是 比較正常一點的 黃金比較少挖 好 然後這是八木有沒有 正常來說是八木 當然我覺得 現在配到九木 會更好撒田 你看這個農田數量 就開始慢慢領先了 好前面有一個 槍兵毛兵 過來騷擾 工兵可能要退一下 這個不能再硬打 要下個馬舟了嗎 對先下個兵工場 可能是要先點一擊射 但是有點尷尬 現在金框被控 那駱駝的刺猴在這裡 就會顯得非常微妙 沒有遠防的關係喔 所以被毛兵或是工兵射到 都會暴血 不像刺猴原本就有兩防 還可以抵抗對方的毛兵 還有這個工兵 稍微可以抵抗一下 但是駱駝是完全不能的 他真的是針對對方的刺猴 是很有用 但是打這個 工兵系就是偏爛 所以刺猴這個時候就會顯得 你的地位就沒那麼重要了 那這邊可能還要再考慮喔 去補一下刺猴 或者是再補一個射箭場 先趕快量產起來 自己的工兵數量 現在這邊要直接上到城堡時代 會有點太危險了 很容易被打死 好這邊繼續再出 哇這邊射死了一隻殘血村民 哇這邊非常壯 現在村民是由又領先一村 好這邊繼續再屯 有個插旗子了 好兩隻毛兵出來 先打上方的工兵 但直接miss掉 好 後面要補一個赤猴 馬舊 那如果這邊出馬舊的話 有個缺點喔 就是 上這個城堡時代會非常的晚 這邊可以考慮全出毛兵也是可以 好 好這邊就去補肉 這邊村民很久沒有動 四個人 哇黑拉這邊專注在控兵 沒有注意到 果子打都吃完了 哇這個洛托直接被集火死去 好後面有更多的毛兵走得出來 還在發腰胎 嘿嘿嘿嘿嘿嘿 嘿呀這個有點尷尬 好直接爆灑農田 好這個羊吃掉的有點多喔 大概吃了三隻羊以上了吧 看一下這個羊 吃了幾隻 剩下 哇吃了四隻羊喔 看起來是四隻羊的樣子 好射掉工兵 這個中央步兵應該是要死光 OK 剩下毛兵 但是 又這邊已經轉出經濟來了 開始沒有出那麼多兵喔 應該是已經要點下這個城堡時代了嗎 欸 還沒有點下欸 哇這個是按毛兵按太多啦 我後來這時間點才有點了 結果沒有 啊雙射箭場 難怪雙靶場木頭會消耗量更大 做了這個三片鐵的木頭量 好趕快農田香才灑好這些 看啊也是啊 他剛剛前面出了三裝甲 黃祭算了這個三裝甲 就落進去了 呵呵 有時候在算這個 對方升級時間喔 大概先算一下 然後看對方出多少兵喔 好現在時間點是多少 就可以大概 可以算出來 對方大概 經濟量吃到哪裡喔 好那後來這邊也是打一個雙線 攻兵往前走 但是對方也還是在繼續出毛兵 那這個我們剛好開場有講到 這個立陶宛很適合封建多打這個毛兵 或是槍兵組合 可以有效的克制對方在封建時代的優勢喔 然後自己還有移動優勢嘛 所以對方還追不到 非常難受 可以繼續騷擾 很容易讓他到封建時代打出一點優勢啦 那這個優勢就可以延續下去喔 到封建時代之後 就可以去趕快出修道院去撿生物喔 是對立陶宛的戰術選擇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要補一根劍塔 這個金框子被弄了 其實有點煩 那這根劍塔投資之後 其實又有點賺到囉 這樣出這麼多毛兵 其實就不太虧了 好那結果是黑仔這邊是先點到封建時代 又這邊上封建時代反而是偏慢的喔 但還行喔 逼對方插一根劍塔 待會也上封建時代 黑仔這邊也不會先開弄 但是要特別小心喔 待會黑仔會直接爆兵喔 打一波 好上到封建時代 駱駝出來 然後這邊還有細節喔 他可以先升一些駱駝 然後到封建時代直接變身 這個駱駝直接變成6加1 然後駱駝直接無雙開砍 哇很舒服 一直砍一直爽 繼續砍繼續砍 這些毛兵看起來送光啦 又有點虧啊 這一波毛兵送光之後 完全沒有優勢 反而還偏劣勢 這邊可以搞出來 哇直接挖出一棟城堡 哪時候挖石頭的 我沒有注意到 八人挖石 這根城堡建起來 防守度其實還OK 好管玩笑 50% 60 所以 齒頭已經過來了 但齒頭打錯名 並沒有像起司那麼的痛 但可能還是要死個一兩村 想要可能把這個城堡蓋好 兩村 三村 哇死了三村 還是小虧一點點 但還能接受 至少城堡蓋好 這邊還是要繼續出列提斯 好那就是如同我們開場講 至於出列提斯其實不是太虧的 雖然對方有駱駝 但至少自己的攻擊力很高的話 還是有這個出的必要的 右邊還沒有直接圍首 而且這裡還有個洞 駱駝直接跑到右側 開砍這些挖石頭的村民 可以到這邊全力暴兵 騷擾開打 兩隻列提斯要出來開撞 好這邊先稍微一下 好這邊找到一隻駱駝 列提斯直接撞爛了 後面的毛病 但是列提斯直接被包圍 被高達的傷害有點痛 而且 驅逐羅倫的 騎兵傷害非常的高 好老頭過來補一下血 順便等一下CD 這邊村還是要拉走 但還好對方只是出駱駝 對方也沒有騎士 他只有這個沙烏尼瓦 騎兵可以用 這邊繼續出兵防一下 再把這列提斯的血量拉回來 好那黑拉這邊先有一攻傷害 但對方是駱駝很明顯是有優勢 這邊刺猴想要秀一下 抽到兩隻刺猴 哇這邊還點一下品種喔 非常早日點 一把死滴血 對上一把死滴血列提斯 好這個洞我們補一下 這邊想要去抓生綠喔 好 居然還遭到 好那前期的 右的防守 做得還蠻不錯的 好這邊清洗兵衣好 直接南下 想要去找生綠 好完蛋了 生綠這時候跑會有點危險 這裡可能圍一下會比較好 有有這樓再圍 OK 圍一下防守一下 讓生綠可以活命的機會 好 列提斯基追逐 好 那黑拉這邊是決定 這個駱駝出一些喔 可能要來開TC了 感覺他現在再繼續 爆駱駝會有點危險 可能還是要轉點經濟出來 好 因為右這邊已經補下第二個TC 進擊慢慢轉 後方這個木區有點尷尬 有點遠 可能地上的TC 開這個位置 或者是野外的區域 在這裡 對他開在這裡 這邊著想 但是老頭要被看視 但沒關係 至少招到對方的 駱駝 但還行喔 這邊只有獅子而已 招掉之後 烈獅 這個 黑拉越來越烈獅的感覺 但是他這邊撿到一些聖物 讓他前期的經濟也補正了一些 大家看他撿了多少個聖物了 哇 三聖物啊 這樣列提斯會很難受 那列提斯需要撿到兩個聖物 去增加這個 這個 列提斯的傷害 好 這邊想要來撿聖物 但是發現聖物早就被撿光 好 列提斯一氣之下 直接飆到對方家裡 好 那 又這邊很慘 一個聖物都沒有 這邊騎士 繼續衝過來 好 這邊洛駝直接攔截 賺掉了一些列提斯 好 正面 把這個 剪聖物的聖女給拿下了 右邊這個 可能趕快去找一下 會比較好 雖然感覺還是 有可能會被黑拉拿走 這隻聖女 應該快要接近到了 好 這邊直接開頂 好 這一波燒了喔 看起來有殺到點東西 那這邊轉出了槍兵的三甲 打這個 列提斯配槍兵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全部進戰單位 這有點像是 遊俠配疾兵的打法 疾兵戳駱駝 那 遊俠正面硬打的話 其實跟 駝駝單位 大概是4-6開 再補下一些疾兵的話 就會變正常開 這個戰術有點像是 偏向 那種思維打法 好 這邊找到了一隻村民 沒有及時去找到 列提斯 有點尷尬 好 那立陶安這邊 決定要來插個高地寶 是要插這個高地嗎 他可能是想要來 直接把這根寶插下去 然後打出優勢了 原來他想要搶裡面的聖物 完蛋啦 黑啦 這邊人家直接蓋高地寶 因為你的 修道運在前方啊 他這邊要直接把這個 聖物戳出來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老頭繼續走 這個老頭在發呆 好 正面看起來應該是 暫時不會打起來 原來現在打起來的話 對於優勢來說 不太是件好事 因為他的目的就只是 要單純把這個 生物裡面的 東西拿出來 然後偷回去 哎唷 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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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偷了 所以他盡可能的 去防守 然後 有機會 把這個生物偷走 就是他最大的勝利 列提斯直接 統報一根劍塔 好 列提斯可能要先撤了 這邊駱駝數量有點多 而且城堡已經蓋好 哇 這個城堡 結果在設下面的房子 沒有第一時間去設這個修道院 好 那目前確定是兩生物 列提斯三塊直接加二 下方掃到駱駝直接被抓掉 好 點下帝王時代的黑辣很早就點了 哇 這個時間點真的偏早 好 補下這個環刃頭之手 看起來是要來打這個 對 針對垃圾兵的戰術 但自己有點危險 好 居頭人 生物要被打噴出來 直接噴在外面 但這個城堡是可以射到生物的位置 所以老頭撿生物的時候 需要用一些奇兵去Cover一下 這個箭矢傷害會比較好 好 不然還是很有可能會被射死的 這些老頭們 好 老頭在後面蓄勢待發 但這邊 黑辣在這邊守著聖物 不太想讓對方拿走 好 這邊直接印都TC 直接扛了這個城堡傷害 好 反而投擲手邊走邊打 開始走 好 那駱駝還是把對方的列提斯收掉了非常多數量 好 那大量的擊兵 這個長槍兵直接被驅著羅倫的寶兵 反而投擲手給收光了 好 生物偷了一個 哇 他怎麼偷的 我怎麼看到 好 他剛剛在打架的時候 送這個列提斯的時候 是為了解生物啊 好 至少拿到三個生物 列提斯加三弓 城堡再去虛壓 好 這邊他要串燒一下 好 城堡蓋好 這跟城堡連環寶還算不錯 但是這方已經上到地獄時代的關係 所以待會這兩個城堡應該還是會被輕鬆解掉 可能要稍微爭取一下時間就好了 我自己也趕快點一下地獄時代 才是重點 好 那這兩個生物可能有點困難了 但還不錯 現在已經加了三弓了 這個修召運三個生物 那如果可以再拿一個的話 對立陶宛是非常賺的 四弓 好 正面開拆 來 certeza 下方駱駱駛防守 但他沒有升到這個重裝駱駱駱 感覺Heira家裡有點被鬧到 經濟有點差了 槍兵高速走得過來 哇 移動速度加10%的槍兵 走得就是快 好快好快 這邊去的羅人 管人頭指手來解這些垃圾兵 效果非常好 血量瞬間掉光 稍微走一下 找到對方駱駝不錯 那這裡要嘗試去偷偷看生物嗎 還是要放棄呢 好 右邊有少量的烈提斯打一個超級雙線 正面烈提斯直接上去運拆掉了一台鏡頭11 下面兩台還沒有拆掉 好 但城堡終於也是掉了 右這邊有點尷尬 這個肉量不太夠 一直點不上帝龍時代 好其實應該夠了 這時候可以點 好以前肉點一下 然後 然後再點一下吧 這個城堡感覺撐不太住了 好這邊決定要用自己的兵 再繼續往裡面 給對方更大的經濟壓力 但裡面其實已經農田沒有村民在 再 再農了 現在又已經 不是黑蘭已經把經濟往右破了 所以他的經濟損失 並沒有那麼巨大的感覺 好 正面突然開打了起來 上方大量的烈提斯也死去 正面還是有 曲折羅倫拿下相當優勢的一個結果 至少損失了快值十隻的烈提斯了吧 這感覺對 對右不太妙 好 好這邊守村守村 這邊稍微 補下農田 這邊有機會可以打掉一台巨頭蠻賺的 可以這樣划算 這邊還補下列提斯二攻 那列提斯他們最多就只有二攻而已 所以他的步兵線跟一般的肉馬類會比較爛一點 只能靠騎士去打 那還好立陶宛是有遊俠的 但這個情況下出遊俠的並不太好 我覺得繼續出列提斯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對方有這個還人頭子手來針對對方的長傷兵 所以可能還是要轉點火藥單位之類的 火槍之類的 好他有火槍 可以討完火槍 火槍射這個還人頭子手也是相當好用 好老頭直接死去 這跟城堡看起來要被蓋了起來 好這邊駱駝有點鬆 直接吃到城堡傷害加上長傷兵直接送光了 好這邊駱駝尼頭司機 開始拆除違建 好快要點下了薩地利了 看起來還是要點關鍵科技 哇左邊挖石頭村被抓包 好 好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又要怎麼反擊對方的駱駝 配上去 非常寶兵的一個戰術 這個戰術其實很難解 好當然也可以出中頭 直接硬砸 把這些 環人頭手手直接砸掉 也是可以的 好少加速一下 兩邊有點在偏濃狀況 好這邊直接走進去 哇 不是吧 但是還是解決掉了非常多村民 雖然目前村民處差距又是差些了 大概差16村左右吧 但現在經濟差16村感覺並不會差太多 現在要趕快把對方直接打爆 才比較重要 好那又這邊果然轉出了槍兵 加上擊兵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打環人頭手相當好用 上方這棟城堡也是順利拆掉了 火炮加巨頭 好這邊又直接慢慢推了回去 好巨頭司機直接往前擺 欸但是他這樣往上擺嗎 他沒有想要往這邊直接硬擺 他可能是顧慮到這個地形吧 而且這裡還有高地 但這邊要告地加上來有點危險 哇這邊好像看到 好路途過來 然後後面有擊兵 城堡防守 火槍開射 OK射死了一些 還人頭之手 效果真的蠻不錯的火槍 好這邊擊兵直接開射 好這邊火槍繼續開射 就好了 露駝也是被射掉幾隻 感覺 들系兵配火槍 像是猎蠣 或是立陶宛比較好的選擇 連火槍也可以打 駱駝を打環人頭自獸 那目前配兵組合是由右這邊稍微有點優勢在的 貝拉這邊直接上去硬槍 哇這個環難投資手直接吃掉了火砲 還有一隻沒吃掉有點可惜 這邊幾兵過來直接上前想要硬戳 但陣毛兵也慢慢轉出來 這邊火砲繼續拆除對方的巨型投資機 這邊先拆的是對方的環難投資手 火砲還有一滴血還沒有被收掉 這邊想要針對對方的火砲兩邊在互砸 都可以中路砸掉了 但這裡的火砲也爆開了 火箱繼續開射 這邊兩邊打的有點... 頭破血流 然後駱駝也死光 騎兵也爆光了 但軍人投資機還有一台全火 後面還有一台火砲 看起來這裡軍人投資機血量有點危險 哇聲音滴又被拉了回來 拜拜 好這邊看起來是由驅逐人這邊拿下了一點點小小的剩餘 城堡也被修了回來 右邊雖然有人在挖黃金也是被看到了 這邊可能黃金被奪下來的隊友有點傷了 又待會可能要斷金了 這邊啟動城堡 要來偷偷對一下堡 好步兵開始往左邊走 好 後來加速一下 好 正面看起來城堡有點不太妙 血量有點低了 這以前多滴血 那左邊這邊偷偷蓋好城堡 有要偷偷進攻嗎 好大羅馬直接過來開扁 這邊偷挖礦村民 最終城堡也是被直接拔掉 高打低的傷害就是非常誇張 好那這裡沒有一根高地堡之後 利桃園怎麼防守呢 這邊就可以直接走進去了 但是還要小心一點看有沒有埋伏 好結果兵想要往左邊走 但是看到家裡右邊又被打進來 只能選擇把兵又撤回到中線的位置 好這邊幾兵直接開戳 哇火花要打得有點痛啊 好火花要繼續解火槍 只要這坨火槍解掉它 就有機率把利桃園給解決掉 但是黑拉家裡後方 我把黑拉留了一坨肉馬 到了後方利桃園家裡 做騷擾 這波騷擾打得還不錯 好這邊火箱跟驅逐羅倫的 寶兵互打 看起來打得有點優勢 但這個火炮趕快收掉 血量有點慘 還有一滴射掉 OK兩台火炮收掉之後起蠻賺的 目前經濟來說又是非常慘 肉剛剛被斷了一些 這邊大洛馬燒的關係 所以剛剛都不能種田了 都在收村狀態 好火炮砸一下 火炮還是努力輸出當中 但是正面沒有太多疾病 這些肉馬好像有點強 這邊想要來硬抓火炮 有機會抓到一台嗎 哇看起來這邊驅逐羅倫 還算是有點尷尬 本來快要打進去的感覺 但是又被推了回來 立陶宛這邊經濟快要到達臨界點 看一下黑拉這邊 黑拉這邊木頭還算蠻多的 一樣算是持續進攻方 哇這兩台火炮被抓掉會很虧啊 完蛋了 又又這邊已經開始沒有經濟 驅逐羅倫這邊反而是按了一堆排成 肉馬驅逐羅倫寶兵 還有自己的戰毛兵 還有距離頭司音端 好看起來兩兩啦 左邊這一波交戰肉馬全部送光 哇這是怎樣 上億人遠距離伐木 火槍列隊看起來 現在人做到事情開始變少了 這邊要來偷蓋馬舊 又來偷貨放經濟 好 肉馬繼續潤串 哇終於補下三防 我剛剛還在想說他三防怎麼還沒有補 稍微加速一下 看起來這面又有點擋不太住了喔 現在有點快變成垃圾兵大戰了 好這棟黃金想要搶回來 這裡在斜處的地方 蓋一棟城堡 然後拉一些疾兵過來防守 金框繼續挖的話就有機會喔 可以拿下遊戲的比賽勝利 那當然對於黑拉也是一樣 黑拉這邊開始轉出消耗 比較沒那麼兇猛的 這個大洛馬 然後再配上自己殺敵力喔 這個洛馬應該是不足八十塊錢 好這邊城堡直接被拆掉 好這邊城堡直接被拆掉 看起來沒救啦 又 又要輸了嗎 哇三個聖物直接被打噴 最後希望也要沒了 聖物只要被躲掉之後 就沒黃金啦 哇這邊串燒效果非常好啊 直接串光這些火香兵 哇火香兵沒空真的很虧 打錯聚聚 哇又後面有點苟延殘船的感覺啊 反正是黑拉這邊 慢慢把這些經濟優勢 把他給打了回來 反正前面其實是黑拉一直被壓制 那又後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喔 經濟一直沒有拉起來 有可能是黑拉的騷擾做得很好 也不太確定 反正這看起來就是 取得弱人後期還是有點太強 那個薩地利肉量減免喔 讓他還是有足夠肉量 一直爆出兩百人口 持續打 打到對方經濟直接爆開喔 然後再用主力慢慢往前推喔 然後就可以拿下比賽喔 看起來黑拉的策略還是 比較穩定一些些的 接下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是由黑拉這邊拿下全勝 果然喔 黑拉的經濟是很穩定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你看見 會見 那些影片 有機會 會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